2021年度体坛十大风云人物 国平成了最大的赢家 因为在这个名单当中 国平就占了四人 分别是樊振东 马龙 孙颖莎和王曼玉 马龙和樊振东两人 上榜没有什么争议性 主要原因就在于 这两人都有大赛冠军 在今年的表现不错 樊振东虽然没有拿到 今年的奥运会单打冠军 但樊振东 樊振东在奥运会团体赛出任的 是第一单打 承担起了外战的重任 面对困难并没有退缩 很好的完成了比赛任务 再加上是拼赛单打夺冠 已经顺利接过了马龙的接力棒 不管是马龙还是樊振东 都显示出了传承的力量 这两个选手能够入围 确实毫无争议可言 马龙成为双满冠选手 也是创造了国平新的历史记录 如今的马龙 陈梦还在延续自己的传奇生涯 登上年度体育风云榜 在正常不过了 陈梦为什么没有上榜 可能跟今年奥运会 结束之后的几次大赛有关系 今年全运会的比赛 陈梦没有单打夺冠 当时意味着什么 有些球迷没有意识到 这意味着 从邓亚平时代开始 历届夺得奥运会 女单冠军的选手 都拿到了全运会 女单冠军的历史 在陈梦这边终结了 某种意义上 陈梦是一个终结者 全运会的比赛 让许多专业球迷 看出了陈梦的短板之处 那就是陈梦只有特定条件下 才能够夺冠 如果决赛的对手 不是孙颖莎 陈梦夺冠的困难性 大大增强 现在也已经成了 很多球迷的共识 拼赛的比赛 这两名年轻选手 全部身兼三项 而且王曼玉跟孙颖莎 在陈梦输掉 女双半决赛的情况下 顶住了巨大的夺冠压力 顺利击败了伊藤美成 和早田希娜组合 确保了国平赛 女双这个项目上 继续称霸拼弹 在这里 让我们再一次 祝贺马龙 樊振东 孙颖莎 还有王曼玉 以及其他比赛项目的 获奖者们 同时也希望陈梦不要气馁 在赢将到来的2022年 争取有新的调整 为自己重新赢回一个 杰出球员的称号 并争取再有一次 站上奥运会赛场 证明自己的机会 陈梦加油 早日成为大满贯 国平加油